《古城攀秘》 开始我们一个新的系列 是叫古城攀秘 所谓古城就是古老的城 特别在旧约和新约 在圣经的时代有很多著名的城市 这些著名的城市发生了很多地方 特别我们集中在以色列里说 今天就讲一个名字很长 叫做戈萨尼亚菲拉比 戈萨尼亚菲拉比在哪里? 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加利尼海 北边就有一个叫做上约旦河谷 因为约旦河的水源由果树开始流下去加利尼海 而在最上面的地方 原来就有一个叫黑门山 黑门山的山脚就是戈萨尼亚菲拉比 现在你看这一幅我们在飞机上拍的图 去到最正中间的绿色的山 那个位置就是戈萨尼亚菲拉比的所在 飞下去看看 大家看到那里有个山洞 山洞下面就有一些水 其实在那里有地下水一直流下去 就形成了这个约旦河 如果大家留心看见那个山的右手边 很多小型的建筑物 其实以前是大型的 不过现在倒了而已 原来希腊和罗马的时期 都见了不少的神庙在其中 你说耶稣有没有来过啊 有 耶稣来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很巨型的罗马古城 而在山边称华图那里看见 那这个就是属于 该撒尼亚菲拉比的宗教性的地方 但是今时今日 我们仍然可以看见 希律王当时 希律安提帕 在这里见了 有很多的城市 宫殿的所在 都在今天在这个为止里面 可以见得到 如果你下去的时候 那里的山洞旁边 你还见到有很多坏了的遗迹 那这些遗迹 考古学家仍然在那树挖着 而且最近还有新的进展 很多人来到这一树 就很喜欢在约旦河旁拍照 因为这个是约旦河的水源 但是背景就是该撒尼亚菲拉比 上去看看 上面就有一个山洞 山洞旁边就有很多好像神位的地方 因为以前这一树就是一个宗教 敬拜偶像的所在地 这些粒的位置 以前就摆了有神像 无论下面也好 上面的一个小的都是一样 去看看 应该当时敬拜希律的一个神 叫盘 他的神像 就是摆在这个位置 好了 先看看圣经的记载吧 圣经有没有记载 去干扫尼亚菲拉比这个名字 他说有 不过只有一件事 原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三至到第十六节 就有提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知道自己快要受难上十字架 要争取时间 多多地去和门徒来施教 并且他就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表白身份 将他自己是基督 讲明出来 所以有很多这些戒经家 当他分段马太、马可 这些福音书的时候 他的转类点 就是在该撒尼亚菲拉比 耶稣表白自己身份 这件事情上 所以前面和后面的中间 就是指到这件事 我说回这个 该撒尼亚菲拉比的环境 这个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海 东北年 约莫是二十五英里 加利利的总督希律安提帕王 是做管理 不过这个地方就是属于分封王菲力 他的领土的范围 住的人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外邦人在这书为多 认识耶稣基督就为少 因为如果认识耶稣的人 经常就涌着他 跟着他 耶稣基督这次又不知是变饼变鱼 不用带饭吃的了 跟着来吧 有可能就带着一些病人来求耶稣医治 又或者来找耶稣的把柄 于是耶稣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要撇开了这些人群的骚扰底下 专心教导门徒 于是就选了该撒尼亚菲拉比这个环境 安静地来交导 说回这个地方有很多名字 原本的名字就叫做盘尼亚斯 不过希律王的儿子就是腓力 就把盘尼亚斯一改 就改了作该撒尼亚 意思就是该撒的城 但是海边已经有个该撒尼亚城了 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腓力 就加了下去就变为菲拉比 于是就是属于肥力的该撒尼亚 于是就是与地中海边的该撒尼亚有所分别 希律亚基柏王 后来为了尊崇这个尼禄王的缘故 又再改名 就改了他成为尼禄尼亚 也就是说尼禄成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名字 说回身份 耶稣在这里就发出了一个问题 就问这门徒 人们说我是谁啊? 有人说你是先知里面的一位 有人说你是施洗若汉 那你们说呢? 当耶稣这样问 其实是很富有戏剧性的 你知道吗? 很少地区 好像该撒尼亚、菲拉比那样 有这么多宗教上密切的联系 那你说是什么?有什么宗教上的联系? 那就很厉害了 第一就跟亚兰国有关系了 原来这个地区在古代的时候 是亚兰人敬拜他们的神 叫做巴历的妙语的所在地 有一本的书 现在还没有出版就不知道了 是汤姆信写的 他写的名字叫《地语书》 那里面就描述这个地方附近 至少就有成十四座的巴历神庙 你知道亚兰即是敘利亚 其实今时今日 你如果去敘利亚 你去那些古城 除了有罗马那些神庙之外 还会见到就是敬拜巴历 这些神庙 一样在那些树押立不倒 所以亚兰当时敬拜巴历 连在高萨利亚非纳比 那些树周围都有很多 来到希腊的时代 他们就说在这个境里面 有一座高山 高山的那里有一个深谷 其实那些树他们相信 就是希腊神话里面自然的神 即是自然边的造家 就是阿盆造的 那盆和这个地方有什么关系 原来阿盆就是在这个地方诞生的 所以 高萨利亚非纳比 就与这位的神明被视为一体 连在一起 所以他的原名就叫了 盆利亚斯 Banius 不过如果你要先找阿盆利亚斯 但今天就改了名 改了名叫便利亚斯 Banius 所以你要找Banius才找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去到那树的时候 这里有阿盆的庙 因为这个地方原本就是因为这样而起名的 你一看到的时候 图画里面的左手边这个神庙 后面有个山洞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 前面那个神庙 就是敬拜盆 那个希腊时期的神庙 这个神位 就是将这个盆的神像 就是放在其中 还有 跟犹太人有关 犹太人就很重视这个地方 根据这个犹太古史家约瑟夫 他这样写 他说这一树有一座山 山中里面有一个很美丽的山洞 山洞的下边在地下 就有一个山谷 山谷往下陷 陷得很深 其中充满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淨子的水 哇,有水啊 原来这个地方 这一座大山 在山谷里面深处流出来的 就成为了约旦河的泉源 意思就是说 这里是约旦河其中一个水源的所在 你说 这个地方对犹太人来说 多么重要呢 因为整个加南地 以色列的地方 最主要由北至南的河流 就是约旦河的了 所以约旦河的发源地的说法 其中一个就和这里有关 所以这个地方 在历史和犹太人的故事里面 就永留芬芳 很重视的 大家听见这一座就有河水 这个就是约旦河的了 如果你在这一座就是看着它 叫做Berniers IV 即是说 便利亚斯的瀑布 也都是在该撒令阿弥勒比的 因为为什么 那树就是黑门山 当它冰雪溶解流下来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个瀑布 瀑布再流下去就变成了约旦河 所以这个水冲下来很劲 一直流下去 穿来穿去 妖来妖去 就一直去到死海 所以约旦河就在这处做水源 来到罗马的年间 这个境里面 还有很多间有该撒神庙 其中有一座乃是大希律王所建造 约旨夫记载说 希律王借着要建造这个神庙 献过给该撒 成为一个非常辉煌 即是很漂亮的一个神庙 而且装饰整齐 原本已经很吸引人的了 当它现在装修 装得很漂亮的原故 更加吸引很多人来敬拜 所以在这个左手边 盘的神庙之外 一直再打下去 有几座罗马时期的神庙 其中也都包括了 希律王所建的这一座 所以约旨夫又再说了 他说该撒就将他的一个国家 罗马国 将这个国家的一决 即是犹太国 就给这个大希律王的时候 这个大希律王 他又这么对我好 我又怎样 于是建一座白色大理石的神庙 靠近这个约旦河的源头 直都称这个地方是为盘尼堡 是一座极高的山顶 在那树的下面 在那里底下有个山洞 而且那树的悬崖很斜 里面有静止的水 这个地方就是他建造的 该撒神庙的环境 现在我站在这个旁边 大家看到是罗马式的石柱 都是由这些该撒的神庙出土 以至我们今天看得到的 好了 来说到耶稣基督的超越 今天这位本来就没有枕守地方的主耶稣 邀家又没有昏文的木像的仔 就将自己就带门徒来到这处 就好像摆在一个世界 宗教和历史的舞台的上边 好像他站在前面 就后面有报警 阿兰、希腊、罗马 你都跟他们做比较 那结果怎样?结果耶稣赢了还是输了? 结果耶稣基督就被彼得认出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并且世界上的神明 有哪个能够有资格 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呢?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特别 今天最近考古学家在这些树继续发挥 他们知道那树就是当时耶稣基督 考问彼得,我是谁? 彼得答对了 耶稣说你是彼得,即是石头 可以将教会建立在这盘石上 这个就成为了天主教 也搞了一个很大的争词 到底耶稣说你是彼得,是石头 可以将教会建立在这盘石,是指彼得? 还是这盘石大石是指耶稣自己呢? 在当时里面有很多的争论 但是其实这个洞呢 那里就有一个叫阴间的门 原来相传巴力就在不用下雨的时候 就由阴间的门走到地府里面 好像是度假那样 到下雨的时候他又走出来 所以这个阴间的门旁边 你见到很多的盘石 而在最近就在这个地方 就挖出了一个在东罗马时期的教堂 所以教会建立在这盘石 就不是指到彼得或耶稣 而是真的指到凌驾于阴间的门以上 教会的能力就是可以做到这样 而今天还特别找到真实的教会遗迹 更加将之前耶稣所说的意思 教会建立在这盘石 那个盘石就是指这个 该撒利亚、肥立比那树的盘石来的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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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